大家好,我是Mr.Edmond So 今天會跟大家說的是 S1的Flip Classroom Exercise 6D 2D Presentation Drawing Isometric Grid Part 1 Isometric Grid 是甚麼呢? 就是這些 我們稱為等距方格 即是甚麼意思 甚麼叫等距方格 就是這裏 你見到它有很多三角形組成 每一條線的長度都是一個單位 或者我們稱為雙等 這種我們稱為等距方格 Isometric Grid 跟我們之前學過的邪網甲 Oblig Grid 是不相同的 好,我們開始去想 如何畫立體 solid 你見到A的圖表有一點 沒錯,這個就是starting point 我們要在這裡量度 隨便找一個位置才下 如果想這些點可以下嗎? 這些點要數4 因為這裡有4的長度 好,1,2,3,4 我發覺這些點下都可以 我先在這裡畫了1,2,3,4 當然我先數過 1,2,3,4 再數一次給大家看 如果畫了這條4的話 我們應該會再畫一條2 好,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如我們想一下 不如先畫這一個正方形吧 永遠都是顧著一塊面畫 就比較簡單 這邊畫了2,2 這邊畫了2,4 沒錯 畫一些圖很有趣的 只要決定第一條線 和第二條線怎麼擺位 然後你就很快就畫了兩個側面 通常我們一個角度 只能看到三塊面 就是所謂的front view 下一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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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乘二 連接四乘二 下一個角度 OK 拉一條線上去 然後打橫畫完 記得之前我們在學 Oblique Creek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油橫色 這次都會用油的 油橫顏色 是不是好像IKEA 還差一點尺寸 長、闊、高 搞定 謝謝大家 拜拜